大家好,歡迎收看11月9日星期三的104財經科專題研習 我們先來看看大肆的走勢 今早恆指低了4點之後,一度到升172點 但之後公佈到上個月內地的PPI呈現了負增長 亦令市場對通縮懷有憂慮 但市場再度轉跌,前日跌最多344點 收報16358點,跌198點,跌1.2% 而國指方面收報5534點,跌67點,跌1.7% 而科指收報3280點,跌63點,跌1.9% 大肆成價金額1,113億元 我們看到內地方面擴大民企債券融資支持工具 在規模有望達到2,500億元人民幣 而內房和物館股份集體充高 像碧桂園一樣,一度飆升3.1% 最終都可以收升1.3% 今天的升幅是藍手裡面排了好一隻 而金價方面,從上1,700美元的關口 金礦資源股份集體很強 至於汽車股份就弱小 主要Tesla那裡見過52週的新低 也拖累到本港方面一些新能源車股的表現 而比亞迪方面有好消息 就是要推出這個高端品牌 叫做仰望這個品牌 最高售價暫時是定劃到150萬 但股價方面依然跌4.6% 吉利跌6%直接是表現最弱的籃籌股 而小朋友方面大了6.3% 亦都在科子股份當中要佔底 接下來到我們的專題演習部分 都會繼續和大家說說汽車的市場 今天也是由EstaSolo 講一下汽車方面一些我們可以關注的數字 成聯會初步統計說10月的成用車零售 在190.5萬部 按年增加了1乘1 按月跌了1% 而批發那裡 成用車的批發是226.2萬部 按年升到1乘半左右的按月跌1% 如果是看10月31日到11月6日期間 即11月頭這個星期 整體的成用車每天的平均零售額 都是低於市場的預期 按照看的話 跌了差不多1乘4 其中如果看這個順耐燃機 即是ICE的部分 還有這個新能源車型的部分 即是NEV的那個車型的部分 按週跌了1到1乘半左右 如果你看品牌表現 因為我們剛才說的是一個 可能車的種類去劃分 或者時間去劃分 但如果看品牌 即是內地的本土品牌 按週的跌幅去到1乘3 而外國品牌是跌更多 跌了1乘6 如果說到一些外國的豪車品牌 跌幅就是1乘 反而就少一些 回家就有一個預估 就說這個經調整11月第一個 禮拜的日溫銷售純電動車 和插電式混合動車的零售銷售 是可以按月升到3-6% 即是說會比我們剛才說到的 純耐燃機和新能源車型 可能是好一點的 如果說品牌的話 包括Tesla 因為Tesla其實在內地 都是有它的市場 Tesla 蔚來 理想 极黑 比亞迪 這些類型 或者這些品牌 會錄得介乎8-7%的按月增長 如果你看到這個範疇 非常大 8%到7乘4 完全是 我覺得不可以放在同一個層級 來比較的 但是他們的共同點 是都有一個按月的升幅 但是呢 如果看回花旗對小朋友和零跑的看法 就是覺得會有一個按月的跌幅 而且 覺得小朋友的按月跌幅 甚至會去到一些成8 那麼多 如果看回那個評級方面 你都看到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對行業之中不同品牌的看法 分歧 對於比亞迪 華盛中國 理想 未來吉利 花旗全部都評級在買入 但是對小朋友 就評級在沽售那裡 但是如果看回 旺觀一點點 就是 如果我們不集中說 某一些品牌 或者某一些車型的話 整體來說 未來可以怎樣預期 年內 汽車市場的表現 中今就認為 會有一些負面的因素影響 主要是可能疫情的反覆 還有這個 有氣價都是居高不下 這兩個因素 就會為這個車市 帶來一定的壓力 但是與此同時 也有一些正面的因素 就是 這些車期 其實他們密集地 做很多不同的改款 還會推出很多的新車 這個車型的供給的部分 是一直都有很密集式去做的 真的很積極 再加這個國慶假期的促銷 其實這些改款也好 新款也好 或者促銷也好 都有機會 會為這個汽車的銷量 帶來支持 所以 就預計 整體來說 乘用車都可以有一個 按月持平的發展 而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可以去展望的因素 或者覺得是一個 催化劑 就是 補貼政策很快就會到期 如果補貼 到期的話 即是消費者 他們以後 會要自己 多些錢出來 才可以買車物 因為現在是有一個補貼 可以令到他們自己 可能 叫做比少些的 那 因為見到補貼可能正在來 那不如我現在 不要浪費了 我用了這個補貼 可能本身 大家是想著 可能我這一兩年買車的 但還沒覺得這麼趕的 不是我現在馬上就要買的 但你看到 可能之後就已經沒有補貼了 可能就會提前釋放你的需求 即你就提前去買了 所以說在今年 正低的一兩個月 即是十一和十二月 有機會就會見到 這個提前釋放的 需求的可能性 那個後續需求 會早了去實現 那所以呢 在年內 正低這兩個月 有機會在這方面 會見到一個 快速一點的提升 那所以 我們也可以看看 接下來這兩個月 那些測試 是否可以給到 一些好一點的表現出來 那如果交到一個 好一點的功課 是否我們的估計 我可以跟隨一點的作為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明天再見